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当中 唐诗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根据中国短视频平台最新发布的唐诗数据报告 2022年有将近百万名中国网友 发布分享了唐诗之美的短视频 累计播放超过158亿次 红米增长74% 诗线李白的相关视频被累计点赞超过1.6亿次 在唐朝2000多位试人中排名首位 随着唐诗在互联网平台的走热 唐诗相关景点也成为中国的热门打卡地 曾经有400多位唐代诗人曾经游历过 并且留下了1300多首唐诗作品的浙江泰州天台山 仅在今年春节期间 当地接待游客就超过120万人 每年这里都有数百万名游客 想来探索曾经有近五分之一唐代诗人打卡 李白 许侠客都曾留下足迹的天台美景 但是这条打卡之路对我来说有点挑战 我现在感觉从脚心一直到大腿根都是麻的 我现在感觉从脚心一直到大腿根都是麻的 旁边的风景我就不看了 你来看看吧 我扶着你呢 眼睛 眼睛 正在前方 不要往下看 我现在觉得你的胳膊是全世界最值得依靠的胳膊 往下看一眼 看一眼 要不是因为面子我现在想趴着走 咱们是不是快到了 快了快了 马上就到了 再坚持一会儿 颤抖着走过这座桥 只是我今天重走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 一座天台山半部全唐诗 不知道李白杜甫们在这里写诗的时候 会不会也觉得这里太高了 在他们的诗句里 或许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天台四万八千丈 对此遇到东南寝 李白还有一首是叫《龙龙凤雀不肯住》 《非藤直语天台去》 唐朝的白居易其实也写过一首 类似的是《苑江花将天台语》 《流许流浪到夜归》 杜甫在我们天台写过的一首诗是《方丈浑连水》 然后下句应该是《天台总艺云》 还有孟浩兰在我们天台也写过诗 《问我今何事》 天台仿石桥 你看这就是唐诗的魅力了 你看千百年前 他们看到这些美丽的风景 跟我们的感受可能是一样 不过不一样的是 千百年前 他们可没有吃过这么一桌和和诗宴 美丽文化还真不敢吃这一桌 上菜 这一桌菜非常丰盛 那么比如这个太白黄金鸡 用我们温泉山的铁皮丝虎和土鸡 加花雕酒 不加任何水 然后蒙至八个小时才出来的 这一桌叫杜甫平安祖 杜甫有一首诗为了赞美这个黄金 就是扫出北方黄金菜 军看它也冰雪龙 那么黄金在我们天台 也有被称为蝎人的鱼粮 在我们天台有四样的这种小狗女 它的体型比狗要大 比牛要小 它是一种比较特略的一个品种 它慢慢放在山上 然后这个肉质也非常鲜嫩 颜色是黄色的 性格也就很顺的 各个文化的发芽地在我们天台 那么是指我们唐代国庆史的 被雍正皇帝供奉为和和二圣 天台山是中华和和文化的发祥地 舌尖上的和和在这一桌上 而溯源历史 这个单日最高六万人前来进香的隋大骨叉 如世道三教同生共荣 是和和文化的重要渊源地 我现在就是在国庆寺的门口 它呢是坐落在这个天台山的脚下 因为国庆寺是隋代建立的古叉 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可以看见周围的环境确实是绿树沿映 然后木骨沉中非常的漂亮 那古往今来有非常多的文人雅士 他们都很喜欢来到古青寺祈福 那您觉得这个天台山怎么样好玩吧 很好很好 文化体力很雄厚 和文化对 这是你们的特色 吃饭都是要和和量 再和一块 那我记得好像我师父中一个大探舜家 徐沙克他曾经走过这个 他说鱼从梁上过下看深渊毛骨聚首 我从这个地方走过的时候 往下一看深渊就已经毛骨聚了 然后徐沙克他是通过书上看到了我们这个石梁 然后再透明而来到我们这个石梁朝 然后从那一头走到我们这一头 因为它也是一个地质探险 这里春天夏天很漂亮 那秋天冬天怎么样 秋天我们有南黄古道 是专门看枫叶的 冬天我们天台有一个华顶山 它五月份是杜鹃节 它的杜鹃花是灌木的 它是藏千年的树种 冬天的时候它有雾松 就是挂满枝头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一片银庄树谷的那种感觉 听你说的我冬天都想再来一次了 你看这就是四十封物各有不同 每个季节肯定它都有天台山自己的魅力 天哪 这么高的瀑布 这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说的 那个浙东第一大瀑布 对 它总的落差是三百二十五米 主流的瀑布是两百八十五米 就是从高度上面的这个落差跨度上面来说 它这是中华第一大瀑布 在我们整个亚洲也是很有名的 来这确实应该打卡一下 在这个位置应该比较好 好 围绕着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天台县已经建成了 禅阳塔后等主题村庄28个 乡村旅游年收入超过五亿元 我们叫塔后民宿村 我们村子里面有音乐舞台 然后有荷花池 还有我们的文化礼堂 包括我们村子里有咖啡馆 然后有小酒吧 在这里的村民它自己经营的 这一栋就是我们的那个飞鱼主题民宿了 这个八个是一斤斤 你们一斤斤的八个招式 我们给它做成了小人偶放在这里 一般我们周末的客流量会相对来说 比平时会大一点 七八月份暑假到了 不管是景区也好住宿也好 那流量会比较大 2022年这里全村接待游客 37.5万人次 经营性收入2367万元 我们会提供我们天台的一些特色小吃 比如说胡辣他呀 脚饼桶啊 这些啊 胡辣他脚饼桶都有 谢谢َ 村淺 布尔姜甜 粘牙 非常非常胖 但是我觉得不影响我干饭 我最后 Dynam footage 这到底是给视辎 Career 我觉得他们这个地方就是一进一动 你也可以搞一些体育活动 然后但是你也可以练练书法 能文能武 我发现你这每间客房的名字都很有味道 善缘 善道 善性 善人 这个村子里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民族 也有就是不同风格 就是有现代风的呀 有工业风的呀 也有像我们这种比较带一些残艺的呀 这种风格的 做民宿之前村子里的都是外出打工的 新农村改造以后 15年开始慢慢民宿做起来 你这样说的我都很羡慕你 我都想在这里住下来 然后开一个这样小小的民宿 自己住或者邀请朋友过来 来呀 我们塔后都欢迎你们的 在天台山停留数日 生态的角度 文化的广度 功夫的深度 我们几乎都能够感受得到 天台不只是个地名 更是个融入细节的文化品牌 是当地旅游得以发展的千年底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